來 接下來介紹第二位是丁寧 妳好 丁寧又是金馬影后 影后 丁寧 好 那個雪納睿 雪納睿 對我錯 有 我有養過雪納睿 超聰明 喜歡狗 來 加兩千塊 四千 有丁寧 好 我有兩個名單 但是我來試看看那個 那個貴賓 江洪貴賓 好 對不起 那我改成那個 那個黃金獵犬 黃金獵犬 對貨賊 非常聰明 妳餅乾放在這邊 牠會不會這樣吃 這樣子吃 黃金獵犬 我們人都不一定這樣吃得到 對 來 加兩千 放牛都吃不到 接下來任由丁寧來領 好 我覺得蠟腸狗很聰明 蠟腸狗 對貨賊 有沒有 好 那沒關係 我們請老師講解一下 二十名到底有哪些犬 好 其實呢 這個是哥倫比亞大學 一位心理學系的教授 那麼發表了這一本 犬類智商的書 好 他甚至還把狗狗分為了 包括放牛班 還有前段班 姿佑班這樣來分類 那麼智商在排名第一的 就是邊境牧羊群 因為大家知道 牠是從事這個農場放牧的 那麼牠的智商 大約是人類六到七歲的智商 甚至牠還會用眼神 好 來管這些羊群 好 好像我 然後呢 第二名呢 就是貴賓犬了 以及第三名就是德國狼犬 一般會用的軍犬 警犬 在一戰時期的時候 還是德國軍犬 好 我要謝謝品浩 給我一個靈感 好 蛋黃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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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發酵的啊 對 還是發酵的 但量沒那麼多啊 對 倒數只會發胖 不會發酵 好 蛋黃酥 對我錯 錯 為什麼 我就說量太少嘛 怎麼可能呢 那要解說什麼 差一個字差很多 蛋黃酥跟蛋黃派不大一樣 有蛋黃派嗎 有 所以裡面是有酒吧 對 它會有發酵完之後的東西 差一個字 差一個字好可惜 我們要產生酒精的話 顧名思義你吃進去的東西 它要能夠出現發酵 所以糖類比較高的東西的之後 經過酵母菌的發酵之後 它就會產生酒精 除非你的食物本身 就已經含有酒精的製品 所以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些薑母鴨 麻油肌裡面 你有加了之後 可是如果你要減少這邊的酒精 你可以讓它燃燒的時間更久 讓它蒸發的量最多的話 就不會整測的出來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蔬菜水果 像榴槤類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水果類 它比較高糖分的 那這些榴槤類的部分 它就會殘留在你的嘴巴裡面 在經過你的細菌的一個 發酵的情況之下 時間只要夠久了 它就會產生少量的一個酒精 其實是可以偵測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吃了這些食物的話 你不要被偵測出來 請你吃完之後要記得漱口 丁丁 終於抓對時間 奧運了 對不對 趕快講完 對或說 奧運四年 四年 有一次好像五年吧 因為疫情 疫情沒關係 Covie 請加兩千 好 來 丁丁 糟糕換我了 那我覺得立委的選舉 立委的選舉 對 可以 因為有種 對啊 立委的選舉對我說 恭喜 加兩千 這就是聰明不聰明 真的 幾反三 所以不能再講這個了嗎 可以 妳盡量講 市長 市長四年選一次嗎 恭喜 天啊 對 兩萬塊 不是 兩千塊 兩千 沒有 我知道家長委員 家長會會長 家長會會長 四年選一次的意思嗎 還有我們不知道嗎 錯 一千 家長會會長 好像每一年都要選吧 對 而且因為你要你的小朋友 再學的時候 那四年你的小朋友都畢業了 對啊 四年太久了 專家先解釋一下有哪些 好 其實呢 剛剛還沒有講到的 當然就是跟賽事有關係的 很多都賽事是四年一次 那包括了帕運 還有的就是 聽障奧林匹克的運動會 對 那因為四年呢 其實就是潤年 今年呢就是潤年 對 那包括今年就會有 二月二十九號這一天 所以有生日的 今年可以過了 四年過一次 真是 好可憐 台灣早期的貿易 進出口中心大稻城 請問這個名字的由來是什麼呢 A 進口稻米的重鎮 B 護曬稻米的地方 來 請作答 A或B兩種選項而已嗎 好 哎呦 好 那 丁寧 因為我一直覺得大稻城 他因為他本身也有靠近河岸嘛 對啊 那我就是會覺得說 他能夠進出口的東西會很多 做生意的 對 對 然後但是那個昌憲有講說 台灣稻米其實很多人 都不用進出口 我心就冷了 他就也很有可能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不曬稻米的地方 因為大稻城他原本是原住民巴塞族的所在地 鹹豐年間漢人開始到此開發 因居民在這邊他們有成立公共的 就像剛剛說的曬稻米的大城 所以他就是稻米收成的時候 就要在那邊曬啦 那平時呢 是農產品的交易場所 是交易 不是進出口 所以故以大稻城為名 所以各位注意看喔 過去為什麼有四合院 四合院的建造像模型的嘛 這樣 對 他就是那個廣場是來曬稻米 來 丁寧請到那邊 我們的待定區 請坐 坐好呢 拿起雨傘 你如果覺得羞愧的話 就把他擋臉就可以了 不會噴水吧 不會 不會 請作答 請馬以後 丁寧來 我個人覺得 因為像龍服這種東西 基本上都是比較細緻 比較精緻的 都應該是給重要的人穿的 對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 我覺得跑龍套 就是一直在一個片 在片場裡面穿來 專局跑來跑 他們什麼事都可以做 什麼都可以處理 所以我覺得 我會覺得比較選B 就是幫主要演員跑腿 就是做很多所有的事情 在劇組裡面所有的事 他都做 來 3B 2個A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戲服常秀著龍蚊 因為其實龍套 是傳統戲曲中裡面的 一個固定的角色 一般四個人一組 那他們做什麼呢 幫忙搖旗 吶喊 烘托聲勢 他們的戲服上面 常常秀著龍蚊 而且他們常跟著主帥 跑來跑去 因此得名跑龍套 有些疾病在台灣 都有特別的稱呼 請問下列哪一種疾病 俗稱為皮蛇 A 循麻疹 B 帶狀泡疹 請做答 而且他會 就是好的 他還會繼續痛 對 還會隱隱作痛 對 很恐怖就是這樣子 好的還痛一年 大家都不相信 真的是這樣 放吹來也會 會有一點點 那個是痛風啊 真的啦 真的 我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連風都痛 我才去看醫生 很痛啊 對啊 請顧目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帶狀泡疹 沒錯就是培抓 我也是當時才知道 原來培抓的 它這個病毒 其實是你小時候的水痘病毒 如果你沒有全部發完的話 它會潛在你的感覺 神經裡面 然後找到你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它就會發出來 發出來 有的時候會長在 你的身體部位 有人也長在臉 長在臉是最危險的 因為一到眼睛 有可能會失明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培抓 只要進浴室 人人都是歌神 請問 為什麼在浴室裡唱歌 會比較好聽 A 水蒸氣瀰漫 B 牆壁光滑 請作答 丁寧 因為我是用另外一個思考方法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錄音室 會不斷地燻一些水分 因為如果說水會讓它的聲音 變得更好的話 對 它們應該會製造一個 就像蒸氣室的空間 讓歌手進去唱歌吧 就是沒有看過 歌手唱歌的時候都沒有水氣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B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牆壁光滑 因為大部分浴室 你的牆壁的材質都是磁鑽 而這個磁鑽通常都很硬很光滑 那聲音過去之後就會 一直這樣彈 只有小部分會被吸收掉 這個就是我們聲音裡面講的 殘響Rever 有的時候我們會說 幫我加一點Rever 所以當開始彈了彈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多Rever 唱起來就特別的舒服 就好像真的在演唱會一樣 所以大家很喜歡在浴室唱歌 馬鈴薯的英文是Potato 如果聽到I potato you 代表什麼意思 A 看不起你 B 我愛你 請作答 好 丁寧老公是外國人 可是我英文不好 妳有聽過這句話嗎 沒有 所以妳剛剛按那麼快的原因 是要嚇我們嗎 不是 有被嚇到我們 因為瓜哥 因為既然我不常聽到這句話 因為他也不敢跟我講說 因為他比較常講說 I love you, I love you 所以既然他沒有講過 I potato you 就表示不敢跟我講說 我看不起你 他突然要死定了 所以我覺得 我就覺得應該是 可是因為馬鈴薯是 大宗的食物 就是I potato you 好像我養你 我養你 妳這一輩子靠我了 吃馬鈴薯吃一輩子 有沒有 怎麼有可能 這樣好像喔 正確 答案是 我愛你 I potato you 可是他這個其實是 有一點網路的梗的意思 有一個人叫做Alan Walker 一個很有名的DJ producer 然後他有一次呢 就發了一個文 然後要送愛心給他的 他的粉絲 就他沒有比好 然後比起來超像一顆馬鈴薯 所以他的粉絲呢 就開始說 喔他很可愛 他在說I potato you 然後大家會知道說 Potato代表愛的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小小的故事 才知道他的原因 所以現在之後 就會廣泛使用 如果你跟人家講說 I potato you 如果他知道這個故事 他就會知道 但一般Native speakers 不會知道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